大家好 細胞駭客 我是童文勳 我是顏兆鴻 好 我們上次跟大家見面會 那聊得很開心 所以很多私人的問題 也可以在這個場合來問 那我們就繼續進入這個主題 其實我說過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我也在學習 我從顏波士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我是希望這個月能夠抽空去驗學 我自己也想知道我的整個身體的狀況 從細胞的整個分析來看它 然後還有一個關鍵就是 其實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新聞 就說有人去 就在我們公司對面 那個醫療診所 跟那個生產相關的專科的醫院 他幫大家去驗那個 就是注射疫苗之後的抗疾 然後我們的疾病管制中心卻說 他們說這個不可以是私驗 說什麼還要罰錢 結果不到一個禮拜就急轉彎 其實這個是憲法 我覺得是法律保留 就是我們為什麼不能知道 我打了疫苗之後抗體有沒有效呢 雞皮包的狀態呢 這本來就應該要知道的 你不可以說因為我沒有醫學的常識 所以我會解讀錯誤 我可以找專家來解讀 而且我覺得 我想嚴博士也會推薦就是說 不管去哪個診所 有醫生跟你建議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尋求second opinion 當然 去理解到底這個領域 當然你問要問對人嘛 那我常常覺得人生啊 我其實相信說 嚴博士是基督徒嗎 是的 所以我講的東西可能是台灣人 可能很多人會知道 可是嚴博士也未必會覺得說是OK 但是我是真的這麼相信 就是當你要去求醫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的冤心在住 會阻止你 所以你的腦袋也可能會亂想一些事情 或是有一些人來跟你講說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但我的態度是正面的 我就是這樣一個積極的人生觀 就是 就像你說基督徒 有人去問過 就是有這樣一個笑話 就是有一個博士證明說 世界沒有神 然後下面就有一個春婦 聽演講的時候就舉手 就跟他講說 你怎麼知道世界沒有神 就是 那你知不知道明天 你確定明天 你明天早上會做什麼 你確定有明天嗎 那你為什麼可以確定有明天 所以這個是 如果說你相信有神 然後你就按照神的旨意去 你去做好事 你去做善事對不對 然後所有事情都是善念出發點 其實你沒有損失 沒損失 那你相信說沒有神 唯物主義 然後你什麼都可以做 這一輩子就用盡原則 如果有一天到你走了那一天 你突然發現真的有神 那就損失大了 所以其實有關於很多的醫療技術 沒有像有神沒神那麼懸 其實都已經有科學的證據了 有一些paper 沒錯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那我也還在學習跟了解的過程 所以我雖然沒有小孩想要去念醫 可是我想要請教一下 顏博你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專科 然後你花多少時間在顏博 也這個博士的研究 因為醫學跟科學的博士研究 跟我們文學的領域不太一樣 我們可能時間比較短 你們有時候做實驗時間要非常的長 那這個過程花了多少時間 是這樣子 因為我最早是從台北醫學院 那時候叫台北醫學院的藥學系畢業的 那一開始藥學系就念四年了 然後我算蠻幸運的 我有機會到國外去求學 到洛杉磯 然後進南加拿大等等 那你要念的一個碩士 一個博士 在當時的時程來講 大概就是四到六年 四到六年的一個 而且南加拿大學費不便宜 那個算便宜了啦 如果你比上哈佛史丹佛 那個算是比較便宜 然後那時候南加拿大也比較開放 比較接納我們國外的這些學生 那雖然當初我是因為我有身分 我有美國公民的身分 所以我是比較好進去的 OK 所以你的學費還可以再便宜一點 對 但是私立學校都很貴 那在研究的過程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你不管你念碩士博士 他其實只是教你一種方式 就是研究學問的一個態度 跟一個觀點 那我是蠻喜歡做這些藥學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們就朝著這個 當初所謂的臨床藥學方面的部分去走 好 那臨床藥學就是在探討說 我們不同的體重 我們不同的男女性別等等的 你要用多少的藥品 可以治好他 或者是說你用這個藥 跟另外一種藥之間 有沒有一些交互作用等等的 這一方面的問題去進行 好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臨床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跟不管是病人或是客人 他是很親近的 因為他們每天的變化 都會給我們立即的一個想法觀點 好 比如說我今天用了一顆藥吃進去 那他就不痛了 或者是說我今天用了兩顆藥 他還是很痛 這個我們就臨時馬上就會想到說 那我接下來要怎麼去做處理 所以這個影響到我後來很多 就是後來我就在走 譬如說再生醫療 再生醫學這個方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 應該說我是站在我的病人的立場 來想說 我今天是不是能夠得到更好的照顧 所以我們就說 像剛剛童律師有講過 不管你相不相信神 我都覺得說明天後天 已經有人幫你預備好 但是你現在努不努力到明天的成果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這個領域 現在以目前來講 我們的不管公司診所等等 都是以再生醫療 所謂再生醫療 細胞治療 或者是抗衰 回春等等 這一個方面在進展 好 那如果說有新的學生 他可能已經是醫生在醫學院了 那如果要走這樣的一個 細胞醫療領域 你可以對他們有什麼建議跟指導 目前來講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再生醫療這個領域呢 很多的東西都還是 沒有錯 是還在研究的階段 但是有些已經確定可以做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去努力去學習 那以在國外的學程來講 就是說當你拿到一個 尤其是在美國 當你拿到一個醫師執照 或是一個PhD的一個學位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做部分的一些 臨床的一些研究 那部分臨床的研究 當然你要看你跟的老師是哪一位 或是哪一個教授 那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在南加州 譬如說UCLA、USC 或者UCI 他們有一個很強的一個 就是在生醫學的一個Center 那就是或者是幹細胞的治療中心 那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跟他們請教說 我可不可以來這裡 譬如說當一個實習生 等等這個方面去走 那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國外 其實他們已經進展到 非常先進的一個程度了 就這個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台灣在這個領域 就是說幹細胞 包括那些 就是體戀幹細胞的公司 我們在國際的地位 以您的判斷 我們跟日本 跟瑞士 跟美國來比 我們大概是在一個什麼樣的level 應該這麼說了 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大概兩年多前 台灣的一個 我們政府對 有一個特別管理辦法 就是類似在生醫療 細胞治療這個部分 有一個特別管理的辦法 那這個辦法出來呢 它就是規劃我們將來的一些 譬如說再生醫療 或者細胞治療部分 應該要怎麼做 那這個法律跟這個做法 其實影響我們國家的 生計產業蠻大的 因為當初想法就是說 我要把所有的這一方面做的東西 要把它整合 從剛開始的研究到製造 然後到臨床的運用 到最後的譬如說運輸 然後等等的 這個全部都要 它都要把它歸納 規劃起來 那這樣子影響到台灣的 在國際的地位 也是很利己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產品 譬如說細胞的產品等等 它必須在一個GTP的 一個實驗室裡面做 那各位如果在全世界的話 包括很多以前去譬如說烏克蘭 歐洲那些打幹細胞的 這些實驗室 他們不一定有所謂的 GTP的這個規格規定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的產品的品質 就突然已經比國際上 大部分的這些國家都好了 OK 好 這個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 我們台灣的醫學界的這些人才 本來就是非常聰明 非常優秀 所以在這個方面我們 雖然我們的開始比較晚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兩年 其實已經都已經跟國際 不會差太多了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我們健保的問題 我其實跟嚴博請教很多次 就是台灣的健保的制度 我們都自己很自豪啊 我們吃藥不用錢啊 對不對 那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就醫啊 在美國其實 你一去接觸醫療 就是非常的貴的 那可是美國人也沒有 很多人就病死啦 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就發現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浪費了醫療資源 有很多人因為不用錢 就不斷的去看醫生 然後拿成藥 一把一把的藥在抽屜裡面 然後也不吃 自己就認為說 我就可以怎麼樣自己用飲食 用運動的方式去控制三高 很多人這樣想 你是不是你的親戚朋友 跟你自己也是這樣 然後你只要覺得說 我這幾天有好好的運動了 我就自己把藥剪掉 不吃 然後等到過期了 可是因為這種慢性病 他們固定要去醫院嘛 就又把藥拿回家 然後每一年 有一個抽屜就堆滿了藥 最後是丟掉的 所有健保的資源就是這樣丟掉了 而我們習慣用成藥 用便宜的醫療資源 造成我們變成是血汗的醫療 這些醫護人員 他們是血汗的醫療 然後可是我們真的得到救治嗎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嘛 所以有一個很現實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不願意花費用 事實上是很難得到最先進的 醫療的服務的對不對 然後我不是說在比較或是批評 就是說其實我們賺錢是為什麼 應該要花在內港 有時候我們小錢很多 可是到時候大錢就沒有 我在美國因為我是讀書的時候 然後生產 所以我在美國在婦產科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我原來美國婦產科是這樣 就是跨生產對不對 然後我也沒有進過產房 我只有生一個小孩 然後進產房的時候我才發現說 那個產房根本就不是 不是那個手術室 他就是掛著畫 他就是一個像飯店旅館 可是在醫院裡面 就在加州 就在醫院裡面 醫院裡面那個產房是長那個樣子 而且只有你一個人在裡面非常大 那那個服務是 等於是像家人一樣在對待你 沒錯 然後他當然沒有坐月子 所以第二天就要出院對不對 沒錯 他怕你跌倒 是從頭到尾 是一個醫護人員 推推推推 用輪椅把你推到門口 把你送出去 那這個就是像家人一樣的 沒錯 可是台灣沒有這種服務的 反正你就是健保 反正所有都要省錢 那你把錢省到哪裡去 喝珍珠奶茶 再把自己的血糖喝得很高嗎 我們下一段進來 好 謝謝 我是同文薰 喝純淨咖啡 聽最真誠的聲音 口感香醇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純淨咖啡 讓心靈純淨 支持WE.TW 喝好咖啡 請至官網搜尋或來電 02-8791-9010 由專人為您服務 好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健康的問題 我平常做 我不太去做健康檢查的 但我知道 如果有偶爾去接觸到健康檢查的話 我發現說我身體狀況 我基本上都沒有紅字 那你說真的要做細胞治療的話 我就覺得說 如果好像有點疾病的人 去接觸細胞治療是比較正常的 我覺得好像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可是我還是想要做 就最近我就去study了 就是洗血 像館長有去洗血嘛 有 那洗血到底怎麼回事 我現在看所有的 現在的媒體的報導 常常你會看到 就是斷章殘檢 有些醫生他到底是不是 就專業都不知道 然後記者去找他 他不是這個領域他也很敢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一個很不健康的狀況 然後再來有些人認為說 我洗一次血之後 我就可以回村 我就可以怎樣 這好像 這是不正確的一個態度 所以血液的吸透 要把什麼東西弄出來 這個是很精細的一個工程 對不對 而且可能它是一個療程的一部分而已 沒錯 它其實也不是太昂貴 應該是所有人在 你有工作的話 應該都負擔得起 那什麼年紀以及什麼人 可以去做這樣的 這也是醫療行為 對 然後你需不需要去 詢問有一個第二位醫生的建議 在講到這個靜血的 現在剛剛童律師在講的 這個靜血是 現在有一種機器 叫做一些類似靜血機 它的原理 我上次有跟各位分享 類似一個洗腎的一個設備這樣子 但是它的著重 是在把我們身體裡面的 譬如說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 或者一些過敏源 把它排除 那剛剛童律師提到一個 非常好的一點 就是說那到底是誰 要去做這些東西 那要怎麼樣做 這個是我相信是 各位觀眾都想聽到的 第一個什麼人要去做 並不是說 一定等到你有病才要去做 那因為我們現在 除了我們健保以外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預防醫學 那我們每天吃的東西 喝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比我們需要的營養 多很多了 多很多一定會產生一些 某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太多的東西 那進血其實它的一個概念是 它是想要在長期幫你維持一個健康的 所以進血不是一次的概念 千萬不要當作一次就可以永久都好 不是 它就是說你固定時間 你就好像你到每個禮拜 就倒垃圾一樣 家裡的垃圾總是要去倒 所以你固定的時間 要去做這樣的一個療程 把身體裡面多餘的這個東西 把它排掉 因為我們很難改變我們自己的飲食習慣 所以你的生活 你應酬就造行應酬 可是真的要提醒就是說 那不要擺花油 不要擺做了 你做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又一樣喝酒應酬 然後大吃大喝 其實那時候非常不健康 那沒有辦法 就是你如果一直維持那個狀態的話 你去做了這樣的一個進血的工作 可能還會對你的血管壁有更大的傷害 更糟糕 那所以說我們常常會建議就是說 想要去做這個進血的這個人 他必須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做了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單次的一個事件 但是這個事件並不能保持你之後 血液裡面永遠暢通 所以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一個單一次的進血 再加上培養好的生活習慣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維持的更久更好 等於是一個推力 你因為你身體有恢復 你自己會知道 所以為什麼這些人會一再的回去進血 就是因為他自己是自己知道 那你身體有恢復 這個方法可以推動你一下 推你一把 沒錯 可是你就不能夠放縱 你就會願意就是說 我這次身體又比較輕鬆了 那我就去運動 有機會就是可以恢復一個 維持一個健康的生活 那所以到底多少價格做一次 這個坊間的數字不一樣 有時候我們檢索說 健保不給付 這個都是額外的 那健保其實是最底層的 最基本的 那個層要 那這個東西既然沒有健保給付 價格到底是多少才是合理的 在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國內 這種設備它有幾個廠商 廠商那都是合格的 合法合格的 那它其實機器本身就比較貴 然後再來就是 就好像我們在洗身一樣 就是你要去做這個淨血的時候 每人有一套自己的淨血的設備 用完就丟 對 用完就丟掉 那所以其實是貴在這個設備上面 那這個設備 現在以前有人問我說 是不是幾千塊 我跟他說不是 就這套設備 現在在市面上就單賣 就已經幾萬塊了 那所以再加上這個設備的錢 再加上這醫生的諮詢的服務 所以在台灣 是在台灣是這樣子 大概從五萬塊以上 到十幾萬塊都有 都是合理的 但是我要強調的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單洗這個的話 沒有後面的服務的話 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建議各位就是說 不要想說只有單洗這個 你要配合看後面 你的診所 或者是你的醫生 有給你後面的這些服務 這個更重要 這個可能是我們現在要重新學習的 就是台灣其實 並沒有這樣VIP的醫療服務 很少 過去是非常頂級的富豪 在使用這樣的醫療資源 沒錯 那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 重新去適應的 沒錯 那您今天要跟我們 還有分享的是什麼 是熬核排毒 第二個 還有是靜脈雷射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下一段進來 謝謝 彤文層突破彤文層 我是彤文勳 喝純淨咖啡 聽最真誠的聲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純淨咖啡 讓心靈純淨 支持 we.tw 喝好咖啡 請至官網搜尋 或來電 02-8791-9010 由專人為您服務 我們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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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熬核排毒 我們其實蠻常聽到熬核 熬核就是螃蟹的那個腳 對 兩隻腳 那什麼是熬核 熬核排毒其實很重要 就是它的針對的對象 是針對 譬如說身體裡面的重金屬 就是前一陣子 各位有聽過 譬如說在中部有個 中醫院 中醫診所 那開了一些藥出來 但是這個藥呢 它可能誤會了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重金屬 但是長期的這些重金屬呢 會傷害到我們的身體 是 那譬如說 鞏它會傷害到我們中樞神經 腦啊 甚至腎啊 甚至肝啊 就會變成像 那個事件裡面 它的腦的功能已經喪失了 我有個印象 好像是重金屬是導致癌症的 重要的原因 對 因為它很難排出 沒錯 它會導致癌症 而且會導致我們所謂老人癡呆 甚至霸精神施症 類似這樣子的狀況都發生 那回到熬核 熬核就是說 我們有一種化學的藥品 它對身體的傷害很少 那打下去以後 它會在血管跟身體裡面呢 就像螃蟹兩隻熬 把這個 我們所謂重金屬的原子 或是離子把它綁住 然後靠著我們腎臟跟肝臟 把它排出來 那所以它其實它是一個療程 就是 譬如說我們做了五次十次的這個注射 然後慢慢慢慢的 把我們身體裡面的重金屬 譬如說拱啊 鉛啊 蛤啊 銅啊 類似這些東西把它排出來 那這個是在血液進化過程就可以做的嗎 對 其實它是一個血液進化的過程 那所以我們在 就像我跟童律師分享 就在血液進化過程當中 包括上一節說的血液進化劑 排你的三酸甘油脂啊 膽固醇 那熬核呢 這個是在排你的重金屬 包括還有一些譬如說過敏原 不好的身體的東西呢 它也可以經由這個熬核把它帶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花 剛剛您說有不一樣的價格嘛 可是在十幾萬的情況之下 可以做到熬核排毒嗎 可以 就是這個其實不好意思 跟各位講這實際的數字了 就是說你的診所 它會針對你的狀況 把前面那個或是這個把它綁在一起 那它最主要它是 它可能先做血液進化 然後未來的兩個禮拜 或者三個禮拜 幫你做這些重金屬的排除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 因為如果說你的水管 就跟排水管一樣 我們先把油脂把它清乾淨 是的 接著你在做細部的清理 可能會比較容易存工 沒錯 是的 可以理解 因為油脂真的是很可怕 對 先清理這些部分 沒錯 好 那這個需要多久做一次 這個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把重金屬的這個 降到一個標準的數字 那以後我們就再看 就看說如果你真的超標很多的時候 再做就好了 它比較不需要說半年做一次 或是一年做一次 這個比較不需要這樣子來做 所以例行的一些血液檢測 就可以知道說你的整個生活環境 如果你有非常多的重金屬 那當然你就可以必須要常常做 是的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累積到比如說四五十歲 對 七八十歲 然後再去做一次 應該是 就是OK的 沒錯 或者是說你剛到了某一個新的環境 那可能吃的喝的空氣 都有一點點不明確的時候 那你再去做 那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以前有個案例在中國 是它整個村的小朋友 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 都是重金屬槽標 那後來我們發現說 他們都是喝地下水 大部分的地下水會導致這個 重金屬槽標 好 那什麼是靜脈雷射 靜脈雷射是另外一種 我們所謂靜學的方式 靜脈雷射其實它是用我們 靜脈雷 在靜脈裡面我們用雷射光 雷射光是一個能量 那這個雷射光它可以 就是作用在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我們的血球 比如說紅血球白血球 第二個是作用在我們的幹細胞 第三個是作用在我們的血管 血管整個血管B 那第四個就是作用在我們細胞裡面的 比如說立腺體高濟濕體這個上面 那我來理解一下 就是我用雷射賣衝光什麼 去做醫美的那個方法 其實就是在 因為它雷射可以限定它的那個 波長能量 所以它可以決定它的深度 所以進去之後 它其實是傷害那一層的細胞整理 是刺激它再生嗎 這個要跟同律師講一下 就是它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就是說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一般我們在醫美看到那種雷射 它是能量比較高 它是可能是破壞型的 是 那我們現在用的一般的這個靜脈雷射 它是算說能量比較低的 那它的概念就是 我只是把這個能量傳輸給我的細胞 比如說我現在紅血球它的能量 或者是它的狀況比較不這麼好 那我經由靜脈雷射的這個光波 來促進我的紅血球 比如說激發它 或者是說我的白血球不好激發它 好理解 所以它是可控的 它是可控的 所以它是可以調它的強度 對 然後以醫美來說 它是一針雷射算多少 總共它打了多少針來計算費用 那雷射 靜脈雷射也是嗎 靜脈雷射它是算時間的 譬如說它的一個療程 譬如說今天一個療程是一個小時 那就一個小時裡面 它把它這個能量 輸到你的血管裡面去 那最早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如果各位有記得的話 我們小時候都有用過一個 一個叫做紫外線 譬如說你臉部皮膚不好的時候 它就照紫外線 那其實靜脈雷射最早最早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把這個紫外線 弄到我的血管裡面 譬如說我可以幫我殺菌 所以一個小時的時間 它可以走完全深 是這樣子 它就是進去以後 那它的靜脈雷射是在這裡的 它持續的放出這個能量 但是因為一個小時的左右 我們的血液大概是循回大概六週 六到七次 所有的我的血液可能通過這個點 六次 就一個小時裡面通過六次 那這個六次裡面 因為你血液裡面會帶紅血球 白血球其他的免疫細胞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 我們有用的細胞 那通過這個六次以後 它就給它一些能量 原來有這麼多的方法 是的 所以我們真的在醫學的 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光是看健保 其實是不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是的 因為這個戰鬥是 進階的 真的是在治療 它不是用承藥說 維持你的狀態而已 好 那我覺得蠻開心的 有這麼多的方法的話 不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去放縱你的認真 就是 就是你還是可以有一些 維持就是說 在二十一世紀 所有人如果說 要活到一百二十歲的話 你不能是老可可 活到一百二十歲 那個的成本 會比你去做 這種先進的 預防醫學還要高太多 高太多了 對不對 沒錯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是 我最近在佛人社 是 有上過一堂課 也是我們佛人先進 幫忙上的課 再來講益生菌 是的 益生菌可以抗癌 益生菌可以 在這一次的 這個全球的COVID-19的風暴裡面 其實它可以有角色 而且益生菌現在有很多的 直銷的方式 其實賣的好像蠻好的 但它很貴 那益生菌到底可以在 我們的免疫的工程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應該是這樣 在益生菌在我們的 身體裡面 基本上大部分都會在 我們腸道上面 那我們曾經做過很多的研究 就是說 如果你腸道的細菌不好 它會釋放出很多的毒素 那這些毒素 其實它會傷害到我們 其他的器官 或者是其他的組織 所以我們之前 有做過一些研究 就是腸道菌不好的時候 它會傷害到腦部的細胞 然後導致我們所謂的 間動人 間動人 就是有點 就是後來慢慢的 四肢都感覺不到 那現在很多的 這個腸道菌呢 我們希望說 它這個腸道菌 在我們裡面 它可以產生 比較好的效果 比如說 產生了一些好的 這些營養的物質等等 它可以幫我們清除 身體裡面的廢棄物 所以其實它也是我們所謂 一個血液進化的一種方式 那但是呢 因為現在這種腸道菌呢 每個單位 研究單位都在研究 那沒有說哪一個比較好 只是說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的 那重點就是 就是要把我們整個腸道 或者身體裡面的這些 不好的菌呢 把它壓一下 提供它一個比較好的 細菌的環境 對 好 所以今天 因為研博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一邊 謝謝 然後有關於整個治療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醫療法管了很多 所以就算我自己要去做檢測 我也不能夠告訴大家 我檢測的結果是什麼 那除了 就算我自己不在乎各自也不能說 也不能說 那就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非常開心就是研博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這麼多的方法 那我們到底需要哪一些的治療呢 其實有時候呢 你就是真的可以把自己顧好 身體顧好 把家人身體顧好 就是飲食運動 固定的睡眠 然後壓力不要太大 那壓力不大就必須要 身心靈都健康嗎 那遇到問題 就是能夠去排解 那這個就是可以讓自己 心靈健康 身體也健康最好的方法 是的 那可是還有這麼多的方法可以輔助 就是推穩一把 有時候減肥減不下來 可以推一把這樣子 然後身體健康 希望腳步可以清明 那老化的情況 就不要那麼的快 也可以利用現在很多新的醫療的技術 可以推文一把 好 那我們下一集見 好 謝謝 同溫層突破同溫層 我是同溫層 喝純淨咖啡 聽最真誠的聲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純淨咖啡 讓心靈純淨 支持 WE.TW 喝好咖啡 請至官網搜尋 或來電 02-8791-9010 由專人為您服務 治療 岩 喝好咖啡 看